好玩很少離蝶得頭頂名為讀 完成後就能變成一個漂亮的杯子 這是學家都使用辦理的讀完外套外套 讓民眾參與來做DIY 學校圈的圖書館的館場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傳統藝術 這次我們的多元閱讀 有來向我們高尾部 來申請這個經費 來辦理我們的多元閱讀的計劃 今天這個結尾就是我們交織陶 與傳統藝術體驗 這也是我們的多元閱讀八大計畫之一 今天我們評審到我們蔡孟如老師 老師他在這個陶藝很專精 他從他的手末來 多元閱讀來推廣給我們的學員 大部分的學員都是第一次接受 雖然老師給大家的作品 發揮創意沒有很多題目 但是大家也是很精神地在做 其實本身讓他們做這個是 以陶藝的方式去做出發 然後藉由表面的一些雕刻或者是機理 然後去搭配跟我們一些 交織陶比較有相關的比如說是符號 或者是圖騰 那我們用比較現代的符號 例如像他們生活會接觸到的花草 或者是跟學家有相關的一些圖騰 去做科的動作 那最後我們再回歸到跟 交織陶其實也是要回到陶藝本身中空的 這個概念去做 然後我們再把它做成一個實體 他們實際能用的一個作品 剛才希望透過處理的出作活動 讓民眾了解得下 就由古版客廳 將平衡市井台的活動看齊 用活動的方式來體現 將親民眾對地勢的氣勢效果 我們等待新聞聊天宣派和彩虹報道